恰个GPT4O好用 但有次数限制 Mate Journey我也想用 但要付费 很欣赏一句话 我们不会被AI取代 取代我们是那些会使用AI工具的人 聪明的你 肯定会问 这些AI工具我都想用 但需要魔法呀 这简直就是 我AI成长之路上的绊脚石 来 这期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那些不需要魔法 不需要梯子 直接可以免费使用的AI工具吧 我可太喜欢订阅加收藏啊朋友们 哈喽啊大家 今天小V为大家带来几款可以白嫖 同时呢 也不需要魔法就可以使用的工具 我会把本期用到的工具链接 放在下方视频聊述 与置顶评论当中 OK 那第一个呢 就是字节跳动旗下的 Cose是一个AI应用和聊天机器人开发平台 它提供了一个直观的界面 使用户能够轻松创电和管理各种聊天机器人 那之前小V呢 做过一期创建与部署Cose机器人的教程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打开Cose的官网 在右上角这里点击开始使用 你是不是又看到熟悉的登录界面了 我们选择一个大家常用的登录方式 嗯 这里小V就直接抖音登录了 登录进来之后呢 在左边有它的功能选项 主页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跟Cose助手进行对话 可以爱特搜索我们想用的Bud 个人空间这里呢 大家可以自己来创建和部署Bud机器人 在探索下面的Bud商店 点击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已经部署好的Bud机器人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功能 来选择一个机器人使用 这里有AI绘画的啦 写爽文小说的啦 学习教育的啦 等等各种好玩有趣的Bud机器人 那小V就拿目前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AI绘画的机器人 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吧 嗯就选这个吧 橘猫漫画家 点击进去之后呢 右边这里是这个机器人的功能简介与配置 还有一些社区网友的评论 那左边呢可以看到是与机器人的聊天窗口 这里它为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使用说明 还有三个默认选项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来看看 嗯就选择这个吧 选择之后 我发现它会为我们自动生成一段四个漫画的场景提示词 比如第一个故事 是一只橘猫独自拍在窗前 看着外面的世界发呆 背景是阴沉沉的天空 然后第二个 是橘猫回忆起和曾经的伙伴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眼角挂着泪花 紧接着第三个 是橘猫深吸一口气 甩甩头 似乎要振作起来 最后第四个 我们让橘猫对着窗外说 时间会治愈一切 我会好好的 那我们等待一会儿 它就为我们生成了一个简单的四个漫画了 怎么样 是不是好玩 爱玩 有些小伙伴可能会问啊 这个对我没有用啊 有没有是个根据提示词来生成图片的东西 那小V就随便挑选四个 用文生图的机器人 用相同提示词 吉鼓利工作室风格卡通风格少女图片 短发 紫色头发 蓝色耳环 穿着绿色夹克 白色T恤 黑色裤子 身后是赛博朋克街景 阴沉的天气 细雨 一些霓虹灯牌 超细致的灯牌 细节多 色彩鲜艳 分别生成四张图片 来比较看看效果如何吧 经过小V的测试呢 生图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四张图片全部都已经生成好了 那这些好玩 想玩 爱玩的机器人是如何制作的呢 大家可以在左上角这里点击创建办 填写机器人的名称 上传或者点击这里 让AI生成一个图标 然后点击确认 然后就会来到机器人的部署界面 这里面板大致上是和Cose国际板类似的 大家可以看到插件 这里是可以免费使用GPT4O DOT3 TPS文本 转语音这些功能的 还有各种搜索插件 可以帮你了解最新的新闻啦 热搜啦 以及热门的视频等等 当然这里都是小V 为了用来给大家演示 随便安装的插件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安装自己喜欢的插件 在这里点击加号 所有的插件都在这里啦 大家随意挑选吧 OK 全部设置完毕之后 点击右上角的发布 系统会自动帮你生成简介 点击确认 来到发布界面 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将我们的机器人同步到我们的手机APP上 例如豆包 微信啦 这些APP上 点击配置这里 它也很贴心的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教程 操作很简单 只需要跟着做完就行 流程与Coste国际版类似 小V在这期视频中有详细的操作演示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我要推荐的第二个工具呢 就是Canva画 Canva拥有大量的预设模板 涵盖了众多主流社交媒体 包括微信啦 小红书啦等等 从图像 海报 传单 明片到简历等各种设计需求 这些模板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来进行自定义 除了静态图像 Canva还支持创建动画和视频内容 用户可以为社交媒体 网站和其他平台 制作引人注目的动态内容 Canva为我们提供海量模板的同时 同样也支持AI画图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创建设计 这里有很多预设的尺寸 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 小V在这里新建一个16比9的版面 点击左边最下方的应用 点击魔力素材生成器 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个板块 分别是填写提示词来为我们生成图片 中间风格这里 选择我们想要的效果 里面有多种风格供大家选择 最下方是生成图片的长宽笔 有方形的横向的还有竖板的 可以根据对应的场景来选择长宽笔 OK 那我们还是用刚才的那段中文提示词 让Canva来为我们生成图片 因为我在提示词中已经描述了 是吉卜力工作室风格嘛 所以下面风格选项里我们就选无 长宽笔呢 我们选择一个横向 好了 我们来看看效果吧 Canva一次会为我们生成四张图片 生成的时间呢 大概在一至两分钟左右 如果大家觉得不满意 可以点击再次生成 那小V也对比了国际版的Canva 相同的提示词生成的图片 更偏向欧美风格 有意思的是 国际版Canva可以对生成好的四张图片 选择其中一个你比较满意的 来再次生成更多类似的图片 而可画是没有的 当然 Canva的功能可不仅仅于此 它是汇集了图片的生成 视频编辑 去除背景 模板编辑等众多使用功能 更可以用Canva来批量制作小红书爆款图文 小V的这期视频里有详细的教大家 如何一键批量生成上百款小红书爆款图文 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第三个工具呢 是Kini Kini是北京月之岸面科技有限公司 于2023年10月9日推出的一款智能助手 操作与ChatGPT类似 它的功能是关于长文总结和生成 联网搜索 数据处理 编写代码 用户交互 翻译 主要应用场景为专业学术论文的翻译和理解 补助分析法律问题 快速理解API开发文档等 小V就来为大家演示一下Kini的一些功能 可以看出Kini的整个界面是非常简约的 没有多余的东西 除了对话框和几个预设的问题选项之外呢 就只有上方的一个更加简洁的使用说明 文件拖进来 网址发出来 天哪 这也太高冷了吧 它的对话框的右边有几个按钮 分别是添加常用语 分析链接功能的开关 以及上传PDF 那我们来一个个的尝试看看 比如我现在把Cose的网址发送给它 看看是什么效果 速度还是不错的 天秘为我们写出了扣上目前比较热门的Bud机器人 比如我们之前演示用到的橘猫漫画家 那我们再来尝试让天秘为我们分析一下PDF文件 那我们就给它上传一下我电脑里的存货吧 可以看到天秘为我们总结出了故事背景 主要人物和人物的一些经历 天秘不光写出了故事的核心情节和故事中涉及到的科技元素 还总结了一些人性哲学科技自由与命运这些深刻的话题 什么 我花几个月看完的书 就这样被它不到一分钟就读完了 那我们就再试试让天秘为这本书写一段书评 看看怎么样 怎么样 这样的效果你还满意吗 最后AI的出现 在生活和工作中为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 可以自动处理重复性和繁琐的任务 提高工作效率 减轻负担 智能助手和聊天机器人 可以提供及时帮助和信息查询 简化工作流程 快速分析大量数据 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和决策支持 帮助企业和个人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AI在图像生成 视频脚本 音乐等 让我们能够激发创意和创新 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觉得有帮助 狠狠地来个订阅 点个小铃铛 支持我的工作 我会为大家推荐更多更有趣的工具干货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